大家好 肾气虚怎么办 今天教你三个实用绝招 补肾气 现在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 肾虚的人越来越多了 比如早上起床 发现掉头发非常的严重 记忆力下降 比如昨天发生的事 今天就记不清了 晚上企业频繁 经常的烦躁不安 免疫力低下 流感一来首当其冲 同时面容憔悴 肾为我们的先天之本 那肾经足了 诸病不生 那下面我就教给大家如何养肾 那么首先要提醒大家的是 不伤即为补 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伤肾的行为 比如说熬夜 经常憋尿 久坐 另外还有我们上期提到的 腰部 以及腿部受量等等 都有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身体 那么怎么补 最直接而又高效呢 下面教给大家 简单实用的三大方法 大家记得一定要点赞 并且收藏一下 不然现在你学不会 一会滑走了 就再也找不到了 第一个动作是一个非常好的 帮助我们提升肾气的动作 它的名字叫做 脚后跟肩走 那么这个动作有什么好处呢 它可以有效的刺激 咱们肾经的经络 调节我们脏腹的气血 那么怎么去做呢 非常简单 那么首先 大家跟着我原地站立 咱们脉出一条腿 然后脚后跟点地 大家看好我做的动作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脉出另一条腿 同样落地的时候呢 要脚后跟点地 然后后边的这条腿呢 咱们变成脚尖点地 其实非常简单 我给大家做一个连贯的动作 向前走 大家在做的时候 这里呢 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向前走的时候啊 膝盖始终是打直的 大家不要这样做啊 不要这样 弯曲膝盖 千万不要这样 这样呢 就容易造成我们膝盖的损伤 同时呢 效果会大大折扣 所以说我们膝盖 一定要挺直 同时我们摆臂 第二点就是用脚后跟肩走步呢 我们要和散步交替进行 这样呢 能更好地提高端联的效果 那么大家刚开始走的时候 特别是中老年人 咱们呢 追好找一个辅助物 给我们呢 进行一个保护 走的时候呢 我们刚开始可以走10米 或者20米 慢慢地增加它的距离和长度 那么第二个提升肾气的方法呢 叫做搓骨盗 这个方法是要忙孙思苗 极为推崇的一个方法 那么怎么做呢 就像忍大便一样 咱们将肛门向上提 然后放松 再向上提 一提一松 那么提的时候呢 我们要吸气 松的时候呢 我们要呼气 同时呢 大家最好加上一个动作 就是踮起咱们的脚后跟 大家看好 好 向上 咱们把脚后跟踮起来 同时呢 我们吸气 同时收紧咱们的阔约肌 就是夹紧我们的肛门 收紧我们的臀部的肌肉 好 吸气 然后吐气 同时脚部跟落下 再来 吸气 吐气 那么这个搓骨盗的方法呢 效果是非常好的 每天一百遍 咱们呢 随时随地都可以练习 第三个动作 大家呢 跟着我 咱们双手啊 对搓 把手掌搓热 搓热以后呢 咱们紧贴 我们腰部挤住中间的两侧 然后上下来回的去搓 这个搓腰的动作 对我们提升肾气 改善咱们的腰痛 腰椎间盘 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那么上下呢 咱们为一次 每天呢 我们可以搓一百次 总之 四季养生 重在养藏 跪在养肾 今天这三个 提升肾气的方法 可以说简单又高效 随时随地都能练习 特别是那些肾气虚的 经常脱发掉头发的 晚上企业频繁的 经常烦躁不安 免疫力低下的 就要多去练习这几个动作 提肾气增扬气 希望大家呢 把这个视频 一定要收藏起来 同时呢 点赞 并且呢 转发出去 转发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 咱们一起把健康分享出去 谢谢大家 想要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请关注我